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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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来我们继续深度对神经计算跟应用 课程学习 那我们来到了1-5 就把前面讲过的符号做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总结 MatiLayers Neuron Network 好 诶 这么叫好多个 好多个我现在就不要写那么多 我只是写三个就好了 那其他的类推 其他再去类推就好 我再玩三层的就好了 那为什么叫三层呢 我先看一下 有一个Input Layer 那有一个什么呢 First Layer 那其实以后他们都不这么叫了 这个我现在刻意把它中间的观念做一个强调这样 因为我特别强调Computing Layer 那Second Layer 那如果说你们要写英文写更棒的 还要加个定管子 the 因为它是续词顺序的续 我为了简洁极限 就直接这么写了 Third Layer 第三层 那这个第二层其实就是前面讲过 它是Outward Layer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 它顶多一般被称作叫四层而已 那如果以Computing Layer来讲的话 这有什么三层而已 好 所以再叫做三层 Computing Layer 那所以这个 那我们这个本来前面是K维 那为了要让它漂亮几件 所以它就把它叫S0维 注意到变上标了 有没有 因为它有好多个 再来这个 原来这个是S1 就有S1 那这个就变成S2 它不弄下标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我们后面再讲了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3 S3 所以很多客们就把它放到上标去 放到上标去 哇 这符号又出现了 出现了 所以这个特别注意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output是S3 微的一个output vector 所以整个结构越来越复杂 那甚至以后你们能够在implement的时候 为了要解决掉你们的大量的计算问题 这边会给很庞大 搞不好一二十层的结构都有可能 那因为你是总工程师 你要盖这种大楼 这个大机器的时候 变数的那些连线你搞不清楚就完蛋了 搞不清楚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层的计算 我还是不厌其烦的 做一个复习 你看第一层的计算 你可以看到 11 前面讲过 11 21 是倒过来看 因为现金映射 上面多了一个上标 多一个上标 我们看出来 所以你看 等于是连到第一个neuron 11 你看21 到S 你看S0到1 哇 好啰嗦 你看到这个 整个的一个变数写款 要特别清楚 特别清楚 所以我这一阵人家写这个讲义的时候 又把它重写 又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叫稿 有时候还是会怪于漏腕 所以说中间如果小bug的话 你们收获的时候 在讨论区再来告诉我这样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颗的output 变这样看到 有没有 就等于是111 2 221 有没有 S0 S1 那上标是111 B1 所以这个很讨厌 你们看出来 那第二个第三个到第S个 哇 有没有看到 这个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写法 光这个打字 这个打字在校正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很多都自己重打 非常的麻烦 但是 重新再啰嗦一次 就是说你不去细思一次 这个连线的过程里面的话 因为你是总工程师 你必须要了解 所以一定要去细思一次 这个正确的连线 我想大概没有一个老师 愿意像我这样 把他很仔细讲法 因为这些都是我在学习过程里面 遭遇到的困难 所以我在这边就跟各位 讲清楚说明白 所以这个第一个 computing layer 的连线 那第二个就更好玩 你看看第二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很好玩 就说 等于是 第一层的output 就变成第二层的input 这个就是 一般在做 那个multi layer的一个关键所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等于第一层的output 变成第二层的input 1 1 2 1 有没有 S 1 S 1 按照我们前面的讲法 好麻烦 好麻烦 所以这个观念 所以我才会把 这个一些下标都开始要统一化 统一化 这个符号一定要开始熟悉 一定要熟悉 所以等于是你可以看 甚至是F2 第二层的transfer function 刚刚我没有念 第一层的transfer function 给它F1 好 那这个的编划 各种不同的编划 甚至有些课本还这么写 F它会写什么 这把它写2 有没有 再把它写2 这样 那这个我比较不喜欢 比较不喜欢 我还是回到这个 那不是平方 不是平方 这个很多符号 约定成组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层的 那第三层 再来看一下第三层 第三层你可以看到 嗯 就是把第二层的什么 第二层的output 变成第三层的什么 input 所以 观念懂了就可以了 只是说 符号上的撰写 符号上的撰写 没有 你可以看到这个符号 变成四 上面变成三 变成三 有没有看到 变成三 那最后一颗neuron的s2 s2也要注意一下 就整个的变化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细节就是自己 怎样自己再完整的去 把玩一下 把玩一下 那赶快呢 我来再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就是说 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 我们这大概就差不多可以晓得 因为中间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 我就想说画一个2232 please plot a 2232 fit forward neural network 我们考试常常会这么考 那2232是指什么意思 所以我前面就没有在一个22的 也就是说 最后一层 所以他们就会这么讲 那怎么讲呢 我来讲究说明 等于这个第一个2 就代表input 因为input跟第一层 它的个数不见得一样 所以2 2一定要 所以这两个neuron 你看3 这个三个 1 2 3 这三个 那最后怎么样 再来给两个 那这个一开始我画了草图给我的助教 那助教帮我很多地方都打错了 都打错了 我再重新再lay out 再重新再long一次这样 所以这个包括以前 我们在修那个超大器 基底电路 你要lay那个电路板也是一样 比这个更复杂 更复杂没有 把它lay完了 所以2 2 2 有没有 2 这个是3 这个是2 就很清楚 就很清楚 你看我就把它lay得很清楚 lay得很清楚 就给你们看 好那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就是 1 1 1 2 2 1 2 2 2到2 对不对 那再来这个极正 这个是2到3 2到3的极正是3乘2 出于这是线性硬 所以我在前面有一节 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是右至左的计算 图是常常画左至右 可是明明我们计算的符号计划是 右至左 所以这个大小是什么 是3乘2 注意是3乘2 3乘2 那再来的话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 我好像这个地方K错了 K错了 没关系 这个应该不是2乘2 这应该是什么 这是2乘3 2乘3 所以这个符号不对 这不对 那这个留住Homework 你们去修一下 这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2乘3的极正 所以我漏了一个 我漏了一个没有 我这边漏了一个 我漏了一个 那这个回去你们再补一下就好了 如果因为上到这边为止 你应该都很清楚 等于是1 1 1 2 1 3 2 1 2 2 2 3 这回去自己再补一下 这个我当初在排版的时候 这个可能助教都没有写 我就重新补进去的 那这边他们都Key in key错了 好 所以等于是2 这边是2 2 这个3 2 2 3 总共有三个 三个Weather Matrix 三个Weather Matrix 好麻烦对不对 你看这个小束缚 这个就出现一个小束缚 有没有看出来 一个小束缚 所以整个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麻烦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你看这一层的话 这个写法就变这样写 你看我就不要再有转制 这转制就累死了 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也一样 就没有转制了 没有转制了 就变简单了 那这里一样没有转制 有没有看到 就相对简单 记得 前面的Output 变成它的Input 有没有 前面Output 变成它的Input 所以这个整个图 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漂亮 跟着一个结构这样 好 那赶快呢 这样一个好不容易的图画完了 画的我 我这个前几天在写这讲 你看画的我都 可能画到后来 这一定一个小漏洞 好 这个同学们自己再秀一下 那最后呢 做一个总结 Hidden Lair 常常我们在看到很多文献报导 就会讲说 这一个Hidden Lair 什么叫Hidden Lair 第一层叫Input Lair 所以这个 那这个是第一层的Hidden Lair 有些人不叫Hidden Lair 但是当你把它叫Input Lair 这层就可以叫Hidden Lair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直接Output 那这个第二层怎么样 第二层就叫Second Hidden Lair 那第三层就不能叫它Hidden 因为它直接就会对外 所以这层叫Output Lair 所以总共有两层怎么样 两层的Hidden Lair Hidden就是隐藏在中间的那个Lair 隐藏在中间的Lair 所以这层叫Input Lair 叫Input Lair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在了解的 所以我在这一张已经很细的 而且把它尽量讲清楚 把后面我们要学习相关的这些符号 全部重新定义一遍 那中间有一两个地方 小小的这一个符号太多多到 我就自己又遗漏这样 那你们就想办法再把它Pick up过来就好了 所以整个我们第一张就讲得很仔细 规划得非常的清楚 那希望同学后面的学习 透过这一张帮各位立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后面的学习就没有什么障碍 好 那我们原则上我们这一张 就全部在这边先结束了